第十三題 以致氯水的化學反應為氯加水 產生氫氯酸跟次氯酸 因氯氣有劇毒 必須如何處理才不至於污染環境 那我們曉得氯是有毒的 那我們希望它變成所謂的氯離子 所以我們的反應要朝右進行 根據我們學的勒沙特的原理 取有於補不足 多的送人家 少了下人家藥 所以我們讓氫離子如果能夠變少 少了下人家藥 反應就會朝右 那麼如何讓氫離子變少呢 我們就加上減 那麼選項中呢 只有A是減 所以我們呢 第十三題問我們說 必須如何處理才不至於污染環境 我們答案選的是A 加入適量的氫氧化鈉容易 而選項C跟豬 氯化鈉氯化钾是中性的 在國中程度 我們當做它沒有任何影響 實際上 我們加這個中性容易 等於是加水稀釋 加水稀釋是會破壞我們的化學平衡的 是會有影響的 但是不同反應方程式的影響結果不一樣 所以我們國中不討論 我們就當做它是沒有影響 所以我們C株中性 我們就不加於考慮 我們就不加於考慮